大家好,欢迎来到光的频道 今天是2024年6月19号星期三 博校济世博会在每周三与每周日与大家见面 我们跟着时间的脚步 来看看一博和战战这几天的动态 首先恭喜王一博在微博电影之夜上 获得了2024年度突破电影人的奖项 呃,感谢微博,感谢电影,然后谢谢大家 发言非常的简短 在主持人的要求下 和刘伟强导演还原了电影场景 做了一次三连拍 一博谦逊有礼 像一个听话的孩子 难怪很多合作过的导演都很喜欢他 红毯的时候更是低调 自己签名的牌卡放在了最边边的角落 时刻想着把C位留给别人 这就是王一博身穿香奈儿超超级 带着价值百万的香奈儿顶级饰品 却低调的如同邻家男孩 给人一种安静 亲切 不染世俗的干净感觉 领完奖之后 上海的工作就结束了 赶往机场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 可是一博却偏要穿着长袖外套 你说他不热吗 他就算热也要让我们看到 他穿着和战战一样品牌的衣服 袖子上的标签很明显 我们都看到了 而且这个标签都是有纽扣的 如果不想展示 完全可以拿下来 但两宝都没取下来 就是他们故意让大家看到 这次战战去巴黎都没有机场图 可见如果他们不想被拍到 还是有方法的 17号凌晨 王一博安全抵达北京 休息几日后就是飞去巴黎了 战战原定的19号回北京也改了时期 目前没有公开行程 马上就到6月22号了 622是他俩的纪念日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在巴黎度过 浪漫之都巴黎 你们是合法的 你们可以不用躲藏 战战父亲节带着父母一同去了瑞士 爱人不在身边 但发布的信息充满了爱意 第一排蓝天白云 猪猪 维纳斯 那么多图案的盘子 他选了猪鼻子 而且猪猪是他对一博的爱称 凡尔赛公花园里那么多的雕像 他选择了维纳斯 而维纳斯 是早年拍时尚巴沙时战战对一博的定义 一家人整整齐齐 第一排爱人 中间两排自己 最后一排父母 战战你既然那么爱 就在巴黎等一博吧 一博21号从北京飞巴黎 祝福两宝 祝福巴黎 river 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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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